第六集,大结局 今年我们迎来了猎鹰与东兵的最后一集 这集揭示了两位超级英雄以及碎席者和沃克的命运 看完这集才发现 原来本剧的预算都花在了开头和结尾上 第一集精彩的打斗画面后 本剧感觉一直都在铺垫剧情 并没有什么精彩分成的大场面 这集可算又打了个爽 除了多方的混战 都引出了能力前科的真面目 最后不甘寂寞的折磨也露了个脸 上集中超能士兵纷纷出现在纽约JRC大会上 形势紧张 碎席者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参会议员 除了猎鹰与东兵 卡特里出现的附近 不出所料 山姆果然得到了来自瓦坎达的新装备 这时衣服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漫画中猎鹰的形象 加上盾牌的加持 让山姆在打斗中能玩出更多的花样 JRC的参会者很快就被碎其者劫持 他们要以这些人的性命挟持政府停止投票 剧中对他们的诉求交代的并不明显 他们是朔灭事件的受害者 也是既得利益者 由于灭霸的一个响指 全世界一半人口消失 很多人失去了原有的依靠 不得不团结起来互相帮助 但是他们也拥有了更多的资源 卡丽这样的人原本生活困难 正因为有了朔灭事件 他们反而拥有了更优越的生活 现在绿巨人一个响指 五年前消失的人又回来了 他们要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侵占资源的人则要被强迫赶走 很多人并不甘心 所以就诞生了碎其者 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情历中的一个消失了 而另一个又有了新欢 他们是不是要面对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呢 现在卡丽要利用这些人质 让JRC停止对他们这些人的再安置 但JRC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忍无可忍的事 剧中并没有正面描述 编剧的意图是塑造一个值得同情的反派 但没有之前的铺垫 很难引起大家对他们的同情 至少我是挺反感卡丽这群人的 反之沃克的刻画则显得入目三分 虽然开始在美队的光环下 他显得并不讨喜 但有了一系列曲折的经历后 我反倒觉得他是个有血性的真汉子 直升机上的人质很快便被猎鹰救下 而另一边的人质则被卡丽几人控制 巴基很快赶到了事发地点 和几个超能力战士打在一处 而一旁的沃克也盯住了卡丽 为给好友报仇是他现在唯一的目标 然而丧心病狂的卡丽却摆脱了他的纠缠 将再有人质的车辆开到了楼顶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沃克的转变 一面是即将跌落的汽车 一面是自己的仇人 究竟如何选择呢 由于片刻的沃克 终究还是没有被复仇的欲望冲碰了头脑 他选择了优先解救人质 虽然沃克并不完美 但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正与恶的两面性 然而碎席者并未将这个光辉的一刻留给沃克 几人连拉带扯地把他拽下了楼 说实在的 我都有些替他委屈 掌声还是留给了及时赶来的山姆 在一片欢呼声下 山姆将人质安全送回了地面 卡丽趁机钻入了地道 在这里竟遇到了沙伦 果然不出所料 他正是背后的能力前刻 而工兵巴特洛克正是他派来监视卡丽的眼线 这么重要的工作 却找了个不靠谱的人 活干得不咋地 却当着卡丽的面谈起了报酬 你们就不能提前商量好吗 不敢被勒索的沙伦回手一枪就干掉了巴特洛克 一边的卡丽又莫名其妙地给了沙伦一枪 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只有卡丽一人 真不明白沙伦为什么开始赌到他是不开枪 派了个没用的眼线又什么意图 听到枪声的山姆很快赶了过来 他在圣母的路上更近了一步 这个漂亮的翅膀 也正配合了他天使的身份 面对贱人就轮拳头的卡丽 山姆一路左躲右闪就是不还手 之前连个银行贷款都贷不下来 而卡丽也并没有得到JRC承诺的援助物资 这使得两人有了共情之处 但山姆依旧表现得过于心软 说到值得同情 难道折磨不该被同情吗 最后这个疯女人还是对着山姆举起了枪 而一旁的沙伦则补上了早该送出的一发子弹 卡丽丧命后 山姆并没有去照顾重伤的战友 反倒抱着尸体离开 这操作让我看得一脸茫然 此刻的山姆可还不知道沙伦的真实身份 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 但毕竟双手沾满了鲜血 最终还是折磨命手下的大管家 将剩下的碎其者全都炸飞 毕竟见不得光的处理方式并不适合猎鹰 而卡丽则为恢复了特工的身份 接下来他还有贩卖军火和情报的大买卖 原本美队的小情人为何沦落到如此地步 影片并没有交代 看来这些都要等到之后的续集才会展现给大家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本集带给大家的一些彩蛋 第一个就是还原了漫画的猎鹰新战衣 他的出处其实也和漫画紧密相扣 漫画中的猎鹰是街头英雄出身 除了狱鸟的能力外 并没有其他的特色 他的第一套飞行翼正是黑豹陛下送给他的 归来的特工卡特 正如我们预料的 这集中的沙伦被彻底黑化 曾经与正义为伍的传奇特工 变成了足以搅动黑暗世界的邪恶女王 而卡丽这位穷穷极恶的恐怖分子 实际上只是他的实验品与雇员 一个试图跳出女王骑居的棋子罢了 不再傻白甜的再逃密探 从一开始就在明里暗里的引导几位主角 最终布下了巧妙的杀局 既清理了叛徒 掩饰自己的存在 同时也借助卡丽掀起的暴乱洗白了自己 美国密探上线 有着人格缺陷的前美队沃克 在这一面对复仇与拯救 最终还是战胜了新魔 没有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也算最终完成了自己英雄之旅 在本集的末尾 他也最终放下了负担 像漫画一样换上了黑色战衣 与美国探员的称号 接受了巴伦蒂娜的邀约 看来他的故事也不会结束 只是希望他别再拿着那块寒碜的自制盾牌了 猎鹰与冬兵还带来了下一代的复仇者 除了第二代猎鹰托雷斯外 还有爱国者艾利 他就是以赛亚的孙子 漫画中他成为了第三任美国队长 他在使用街头毒品突变生长激素后 获得了临时力量 后来在以赛亚输血后 最终使得他具备了超级士兵的能力 本剧有很多不错的角色出场 但剧情远不如旺达幻世来的精彩 剧中添加了过多政治正确元素 让其失去了本来应有的特色 很多人物的动机也很牵强 总之感觉并如预期那样精彩 别深究 只冲着打到场面来看的话 也还算说得过去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多多点击右下方的订阅 你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